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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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 我們上禮拜 介紹羅馬帝國 跟基督教的一個緊張關係 特別談到 因為羅馬帝國的宗教政策 還有國家的這種 營造一種國家相信力的一些政策 造成 早期是由地方的民眾 或者是地方的官員 對基督教團體採取比較是 敵視或是壓迫這樣的態度或做法 那到後期 從由上而下 由皇帝發布造令 來對基督教 採取一種想要壓制的做法 那我們上禮拜 因為看影片 所以有一些部分講比較快 然後後面 還有一小部分沒有介紹完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先把上禮拜的主題 再做一點點的回顧跟整理 那在上禮拜講義的第二頁的上面 我有提到那些可能的理由 就是說為什麼有一些暴民 所謂的暴民或是民眾 會突發性的 會控訴或者是去壓迫這個基督教團體 那後來為什麼皇帝本身也認定為 基督教這個團體是會對國家造成威脅的 我們有提出一些可能的理由 那有一些歷史學者在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迫害本身有沒有法源 有沒有法律的根據 羅馬這個帝國本身有沒有曾經制定一些法令 是直接宣稱基督教是一個非法的宗教團體 有沒有這樣的做法 那我在第二小點那裡有提到有三個理論 那第一個理論當然就是用我們今天的語言來講 就是好像是指稱基督教本身就是一個非法的宗教團體 但是這個說法呢並沒有物質證據 換句話說今天並沒有辦法有歷史的文獻或證據 證明曾經有這樣的一種法令 那唯一我們上禮拜有提到唯一最早的證據 其實反而是要到圖拉貞皇帝的時候 因為有一位總督跟他通信 提到他怎麼樣子處理基督徒的問題 我們大概在那個 我下面那個大世紀的第C小點 大概在第二世紀初的時候 有看到有地方官員用這種方法 他要求被控告的基督徒要用獻祭或燒香 或者是發誓的方法來證明說 他是沒有跟隨耶穌基督這個道路的人 但是有一些作家有提到尼路皇帝的時候 曾經頒布過這樣的法令 那也有作家提到元老院曾經頒過這樣的法令 就是直接指稱基督教是一個非法宗教團體 但是這樣的一個說法 我剛剛已經提到就是缺乏歷史證據 那所以很多學者比較偏向後面這兩個說法 就是地方官員有時候直接使用的就是 所謂的宗教習慣法 換句話說就是說 基督徒的行為違背了社會的灌俗 違背了一般的宗教的習俗 他們不參與在這個地方的祭典裡面 那甚至有主張說要破這個基督徒 直接用採取這種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 要用有一點我們今天的政治語言來講 就是說他們違背破壞的社會秩序 違反了這個類似我們今天說 集會遊行法這樣的概念 所以有這樣的兩種理論 一種理論是認為 破壞基督徒使用的是宗教理由 那另外一種的理論就是說 其實只是用社會秩序 社會灌俗 作為這樣的例子 那我們上次有介紹了幾個主要的皇帝任內 發生過的一些迫害的案例 那這些我們當然知道 最重要的一個收集資料的人物 就是尤西比烏這位最早的歷史家 那他的資料有一些可信 有一些其實是有遭到歷史學家的質疑的 那我們暫時就把這樣分名單 讓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那我們上禮拜最後提到 基督徒對這樣的一種 由政治而來的一種的壓迫 到底反應是如何 那我們很清楚看到 有三種不同的反應 那兩個比較極端的反應 其實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 都是認為是佔少數人 大多數的人其實是採取第三種的態度 就是避免惹麻煩 避免捲入到那種直接衝突的情境裡面 那很多基督徒採取的態度 反而是希望能夠趕快度過這個風頭 迫害的時間兩年 一年兩年 最長的也只有兩年多不到三年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過程 如果能夠避過這個風頭 回歸到原來的秩序 他們希望是這樣的一種的過程 但是前面這兩種的回應 反而是造成比較激烈的 教會的一種的詮釋的 這樣的兩個態度 第一種就是殉道 殉道這件事情慢慢的在 這個基督教團體裡面 形成一種新的信仰的價值 我想這個是非常有趣的一個發展 我們在過幾個禮拜 我們有一個主題會介紹 聖徒傳統的一個發展 那那個是非常有意思 就是因為後來這些所謂的殉道者 被認定為是聖徒 慢慢的變成是被膜拜的對象 那甚至發展出一個非常有趣的 一種聖徒的文化 那這個我們將來會再做詳細的介紹 但是在這個節骨眼 就是在面對迫害的時候 有很多基督徒認為 殉道本身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情 殉道本身是一種對信仰忠實的一種表現 那這個字mater mater這個字原來的意思就是materos 就是見證的意思 那這個字本身 其實是很有意思 如果去看 新約聖經裡面的語言 耶穌要離開這些門徒之前 有跟他們做了一個交代 說你們要在這個世界上 為我做見證 那為我做見證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很多人可能認為就是 去把所信仰的價值去跟人家分享 但沒有想到 後來這個字卻發展成為mater 殉道的這個概念 所以殉道這個變成是一個 在特殊的歷史情境當中 發展出來的一種態度 那我們可以想像一個人願意 將自己的生命這個獻出來 這確實是不簡單 那也因此引發了許多其他的人 這個殉道者的這個價值 往往是由周圍的人所營造的 所以殉道者死了以後 馬上很多人就聚集起來 替他處理後事 然後把他埋葬 埋葬的地方變成一個殉道者的墓 不久以後那個地方 就形成一個紀念的地方 每年固定的日子 殉道者死去的那一天 變成是紀念的日子 所以你可以想像非常有趣 如果用一個人類學的 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去分析的話 其實是一個 一種cult 我們說一種敬拜的文化的形塑的過程 但是他背後其實是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信仰價值 就是一個殉道者好像在效法耶穌走過的路 那種犧牲的這種精神 那相對的我們如果翻到第三頁 那在迫害當中卻便捷的人 那個在 這個 拉丁文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字 叫做 traditur traditur 這個字拉丁文本來 意思是交出去的意思 這個 這個 我們今天英文那個tradition 這個字也是從這裡來的 它是我把東西交給一個人 傳出去 交出去 traditur 那traditur這個字 就是變成是在這個 基督教被迫害的時候 用來形容那些被便捷的人的用語 這些人為了要保全自己的生命 就拿出一些東西來交換 譬如說他會把教會裡面的用品 好像聖餐的那個用具交出來 然後來保全自己的生命 有的人會把 教會裡面所蒐集的一些經典 聖經的經卷交出來 來換取自己的生命 所以這個traditur這個字 就是有人有一些歷史書 就把它用了另外一個字來形容 把它叫做已經換命者 就說這些人交出了聖經 為了要換得自己的生命 那這個字 我說很有趣的地方 是這個字後來發展成英文 the traitor 英文的這個叛徒這個字 其實就是從這個字 延伸轉換出來的 交出東西來的人 其實後來變成了被叛者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 到最後我們會來討論一本很有趣的書 就是日本作家 遠藤舟作寫的《沉默》這本書 那這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 被叛的人 其實通常是心智比較可能一時比較軟弱而已 面對那種很大的挑戰 他意志不夠堅定 或者是他沒有辦法面對那種很大的 那種犧牲的這種的可能性 那就做出了他不想做的事情 所以這些便捷的人很有意思的是 往往迫害一結束沒有多久 他們馬上就悔改了 就懺悔了 就覺得我做錯了 所以他們就回來教會 希望教會能夠重新接納他們 所以這樣的情形呢 在兩次的大迫害之後都發生 普遍發生 甚至便捷的人你可以想像 特別在第二次的大迫害就是 代克里先皇帝的任內 他特別針對教會領袖壓迫 所以很多便捷者 是教會的領導者 甚至我們讀到有主教做出這樣的事情 主教他為了保存 教會的一些可能安全 他自己呢 就交出一些東西來交換 那事後呢 他當然很公開的表達他的懺悔 那這個就造成一個問題了 教會到底要不要接納這樣的便捷者 是認為可以接受人的軟弱 讓這些人再回到教會團體 還是就認定他們是已經做錯事了 不能再回來 這個事情就造成了教會 兩次的分裂的事件 所以如果回去看這個 我們第二頁的那個年表 你會發現非常有趣 在F點跟I點這兩個 兩次的大迫害 在德修皇帝跟代克里先的大迫害 我後面都有提到 造成教會的分裂運動 那最有名的一個分裂運動 就是代克里先任內的那個多納派的運動 我們將來會再簡單介紹這個部分 多納派的基督徒是北非的 用我們今天的語言來講 是北非的原住民的基督徒 這些都是住在北非高原的 用我們今天的語言 族群的那種分類 他們是屬於Numidian Numidian 有一些是Berber 柏柏人 都是住在高原的農民 都是用現在的分類 就是非洲的原住民 他們的信仰非常單純 非常熱情 所以殉道者 人數最多 最多在北非 非常多人就殉道這樣 所以他們後來就稱自己是殉道者的教會 稱自己是Church of the Martyrs 而且非常引以為榮 他們認為他們就是完全以殉道 來回應這個挑戰的一個教會 結果當他們聽到說 在羅馬城 在義大利 在小亞西亞 有一些教會 他們採取的態度是寬容的 這些便捷的人 再回到教會的時候 就給予他們一些懺悔的期限 然後就接納他們再回來 甚至有很多那些教會領導者 又恢復他們原來的職份 接納他們又回來 又回來當主教 回來當教會的領導者 所以這些北非的基督徒 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做法 就開始宣稱對方那些教會是假的教會 是不忠實於上帝的教會 這個造成非常有 非常有意思就是變成一種的 教會內部的衝突 那形成兩種教會觀 一種教會就是像 北非的這些多納派 認為教會一定要完全 不能夠有這種便捷的事情 那他們開始認為他們才是真的教會 那些接納背叛者的教會 已經不再是真的教會 雙方造成衝突 那衝突引爆點其實是因為後來 我們上次提到君士坦丁大帝 接納基督教為合法宗教 那接納合法宗教之後 君士坦丁就下令 把過去沒收的教會財產都分發回去 甚至還賠償教會的損失這樣 結果當那個賠償金跟教產發回去的時候 發回去給一些那些有背叛者在裡面的教會 此舉就引起了這些非常忠實的 我們說殉道者的教會的抗議 雙方就造成非常大的衝突 這是我們在介紹這個部分的時候 我覺得滿有意思 可以讓大家來做一點思考 那我們下一次會再談到這個多納派的故事 所以有這兩種不一樣的態度 就引發了基督教對這個 破壞這件事情的不同的態度 那殉道者的價值也在這個過程當中 越來越被拉得越來越高 殉道者變成像是一個 是一種典範信仰的典範 那這兩種類型的人當然其實個案的人數都不多 北非當然殉道者比較多 在地中海北岸我們也發現 其實人數並沒有那麼多 大多數的基督徒其實是比較像我這邊寫的第三小點 比較避免麻煩 然後希望能夠這個風頭趕快過去 這種危機的時代趕快過去 那事實上也沒有多久又回到原來的秩序 那等到第四世紀初君士坦丁之後 我們就看到基督教慢慢的成為社會裡面被接納 而且慢慢成為主流 這個過程後來的戲劇性的轉變是蠻大的 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看到第五小點跟第六小點 今天讀到非常多的殉道的作品 其實很有意思的是很多後來其實是有被渲染被誇張的故事 那所以有一位學者這個德拉黑 德拉黑寫的這本書 雖然這本書比較久了 1960年代 1960年代寫的書 The Legends of the Saints 但這本書他就很早就提出這個概念 他說要讀這些殉道者的故事要小心 只有一部分是比較真實的故事 有一些是後來被渲染被誇張的 那目的是為了要強調這個殉道的高超跟價值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可以已經看到 這是一種已經是一種變化中的文化 宗教文化 他不斷在改變中的宗教文化 那我們上禮拜在看PowerPoint最後的時候提到這個部分就是 他的後遺症 後遺症有三個很明顯的後遺症跑出來的 第一個就是聖徒崇拜 那我們下一次會提到很多的聖徒被高舉 然後被聖化 那他們的墳墓 他們所住的地區 城市 也慢慢發展出一種崇拜聖徒的一種現象 那不只是聖徒本身被成為一個焦點 開始有人就收集這些聖徒留下來的遺物 所以我們上禮拜很快看過這些圖片 就是後來後世的基督徒他們 有的是在教會裡面收集的 有很多是有錢的貴族自己個人收集的 然後把他用很裝飾的非常美麗的 這樣的盒子裝起來 那作為一種神聖的氛圍 在擁有這些遺物的人 似乎好像比較容易能夠跟上帝連接 我們下次會談到這樣的一種宗教信仰 那這樣的一個文化 也可以說是中世紀教會慢慢的 我們說信仰開始出問題 走向一種比較不一樣的信仰型態的過程 我們看到不同形式的遺物的收集 第三點我們上禮拜比較沒有機會提到 就是功德的概念 那功德這個概念在很多宗教裡面其實都有 但是在基督教的 至少在初代基督教的神學概念裡面 是沒有這個概念的 我們記得上次提到保羅跟耶穌 這兩個基督教最重要的兩個領導者 他們兩個中間有沒有觀念上的差別 我有提到他們一致性的地方 就是談到信仰的本質 不是在於人可以靠自己的行為去做什麼 但是很有趣的是 聖徒的這樣的一種概念 卻引發了教會開始發展出這種功德的概念 這功德概念怎麼發展出來的呢 就是聖徒的歷史常常被渲染之後 就發展出一種概念就是 就是這些殉道者當某年某月某日他殉道的時候 那一天就是他直接升到天堂去的日子 聖徒的殉道本身就足夠他直接到上帝那裡去了 那這些聖徒呢還沒有殉道以前 他們在這個世界上也做了非常多的善行 留下很多的美德 這些善行他不需要 可不可以收存在教會裡面 將來分給一些需要的人 這樣的一個神學概念慢慢發展出來 所以就發展出教會本身 也有一個好像是功德庫這樣的概念 這個功德庫由教會蒐集起來 那有的人他的 我們上次看影片有提到 教會慢慢後來到中世紀 又發展出一個概念 就是煉獄的概念 煉獄的概念 當一個基督徒的生命只是很平凡的時候 他死的時候 他可能沒有好到直接可以去天堂 也沒有壞到要下地獄 那這樣的基督徒呢 他們可能會被送到煉獄 在那邊修煉 一直到有一天他達到標準 可以上天堂這樣子 那這樣的一個論述呢 就結合了這個功德庫的概念 教會裡面既然有很多聖徒留下來 多的功德 這些功德是不是可以由教會 藉著各種方式分給需要的人 所以這個權力在誰手上 後來慢慢的被集中在教會的 最高的領導者就是教宗的手上 教宗可以在特別的年宣布大赦 就是一種類似那種神聖的年 恩典的年 他就可以宣布那一年 他特別把一些功德可以分給需要的人 那要得到這個功德的人當然要付出代價 去參加十字軍東征 去奉獻蓋一個最重要的大教堂 你自己去做很多重要的工作 可以來換取這些功德 這樣的概念我們發現說 其實他原來並不存在最原始的基督教的團體裡面 是後來在這樣的過程當中發展出來的 那這些呢 我們這學期的課程並不會談到這個後來的爭議 其實到了十六世紀 宗教改革運動最重要的爭論點也是在這個地方 在爭議說這樣的一種善行或是功德的概念 是不是合乎基督教原來的精神 這個我們只是在這邊跟大家帶過 好 那我們上禮拜最後幾個部分 我們很快跟大家做一個整理 就是我們看到了這個迫害的過程 也看到那個戲劇性的改變 就是君士坦丁大帝 他容許基督教成為一個合法的宗教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在那個地理跟文化的疆界上 基督教一步一步在成長在擴展的過程 那我們今天大概可以簡單的把他擴展的過程 做一個小小的整理在我的第三大段裡面 保羅自己在他的書信裡面 曾經很早就提到 他已經把基督教的信息擴展到以利利古的地方 那以利利古是在今天的南斯拉夫 已經是在歐洲的東歐的地方了 那所以我們看到先看到這張圖 只有給大家看到的是幾個紅點 就是最早的基督教很明顯的可能是從重要的一些大城市 就是港市開始發展 那他在從巴勒斯坦往北到小亞西亞 到這個希臘半島 後來慢慢的到義大利半島 南邊有往北非發展這樣子 那最開始看到的是只有在一些點上面 但是很快的 我們如果先挑到第四小點 看到第四小點 我把它按照一個世紀一個世紀 第一世紀第二世紀第三世紀 很可能發展的地區 這是今天學者 歷史學者根據那一些歷史文獻 把它用一種地理上的疆域 把它做這樣的一個整理 所以我們可以用圖來看的話 早期比較像是這樣點的部分 慢慢慢慢的你可以看到這個顏色 不同的有深淺的顏色 就可以讓大家看到它開始在某一些地區 慢慢的深化然後發展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張圖 第二世紀的一張圖可以看到在 巴勒斯坦這個地區很明顯的 有相當多的基督教群體 在安提亞周圍 在小亞西亞這個地方 還有小亞西亞的整個 今天土耳其的地區 然後可以看到在希臘半島 有一些地方是比較有一個 從點到面這樣的發展的 意大利可能是集中在羅馬的地區 另外很清楚的在今天的法國 就是當時的高盧的地區 也有一些基督徒的區塊 那北非的地方主要是埃及這一塊 還有這個加太基 另外在這個Siren這個地方 也是一個狹角 也是有一些小小的基督徒群體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慢慢這樣子 一步一步一步擴展的 那這是另外一張圖 可以大概用顏色深淺 可以看出這樣的一個情形 到了第三世紀 慢慢進入到第四世紀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它就 慢慢的延伸到整個地中海的周圍 地中海北岸當然 南歐地區是主要的發展 那北非則是沿著羅馬殖民地 特別是加太基跟埃及這兩個區塊 所以大概這個是我們從地理疆界上 可以看到它一個發展的過程 但是它不只是一個地理疆界擴展的概念 我們如果回到第二小點跟第三小點 我這邊有提到的是一個文化跟族群的 擴展的概念 我們看到最早基督教的發展 通常都是通過猶太人 特別是受到希臘化文化訓練的猶太人 這些猶太人它本身是有 舊的這種猶太的概念 但另一方面他們已經接受希臘文化的洗禮 所以他們成為最早傳播基督教的使者 那我們下一次有一個主題 會談到基督教往東方發展的時候 我們特別會談到 從猶太人其實後來有不同的族群 成為新的傳播者 那這個族群的概念 就讓我們清楚看到 基督教很重要的一個傳播過程 是跨越族群的概念 那第二個第三小點 就是一種跨越文化情境跟語境的概念 基督教從猶太的文化 進入到希臘羅馬文化 他就必須要學習去用新的文化的語言來表達 那我們上次有介紹一個主題 在談到基督教跟文化的概念 跟這個就有關係了 那這當中很有趣的是 傳統猶太教當中 已經有一個希臘化的傳統 譬如說舊約聖經 在這個時候已經有一本希臘文的翻譯本 那我們可以想像 在基督教自己的新約聖經 還沒有形成之前 早期的基督教的傳播者 大概都是借用這個希臘文本的 舊約聖經來作為他們的 主要的傳播的工具 那所以這個過程是一個跨過族群 跨過文化 跨過地理疆界的一個過程 簡單講我們借著這幾張圖 給大家有這樣的一點點的概念 那我在最後一個部分結論的地方 就整理了三個學者 三個學者 他們談到基督教為什麼 能夠在這樣一種好像很逆勢的情形下 卻能夠勝出 他們有做出不同的詮釋 那這個我想很快幫大家做一點點的整理 給大家做一點點的參考 第一位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歷史家吉鵬 他寫的這本《羅馬帝國衰亡史》 那吉鵬今天在史學史上面 很多人稱吉鵬是第一位 所謂用非宗教的因素來解釋歷史的人 吉鵬是他自己本身有基督教的背景 但是他嘗試著要用一種非宗教的方式來詮釋歷史 所以這本書裡面 他很少直接訴諸所謂的基督教的因素 反而有點比較像是一種歷史學 社會學的角度來探討 他提出了五點 提出了五點 認為基督教之所以會在這種很敵對的環境當中得到勝利 主要有下面這五點 第一個他主張基督教的那種信仰熱忱 對當時候羅馬人是一個蠻大的感染 那他在談到這個信仰熱忱的時候 特別點出殉道這件事情的影響力 殉道者這樣的一種的做法 讓很多人會受到衝擊 第二點他主張基督教有提出一個 在這個世界你雖然會面對苦難 但將來可以得到報賞 這樣的一個宗教信念 對很多人是有吸引力的 第三個吉本指出 根據基督教作家自己的說法 基督教到任何一個地方發展的時候 總是會藉著一些發生的一些特別的事情 用基督教語言就是說神機其事 來跟隨著這樣的一個擴展 最後吉本提到兩個社會學的角度做的分析 他說基督徒往往展現一種純潔的倫理生活 那跟當時候的希臘羅馬社會的倫理觀念有一個對比 最後一點他說教會有一個嚴密的組織 那不管基督徒到什麼地方去 有一個網絡可以幫助他們連結起來 那吉本說這樣的這些因素結合起來 讓基督教勝出 在那個羅馬帝國敵對的文化裡面勝出 那另外一位學者陶德 他比較走的是宗教心理學的分析 所以他提出幾個也另外 我們可以說另外不同的角度提出來的觀點 第一點他說 基督教有一種絕對的訴求的這樣的一種教條 他用的一個語言是Totalist Create 基督教這種很絕對性的訴求 就是說上帝是所有的一切的因素 你要嘛就接受這套道理 這套道理能夠完整的整理你所有信仰跟生活需要的東西 他有一種很排他但絕對性的訴求 這種全然絕對的訴求對當時候生活在焦慮當中 焦慮的年代的人當中有一種的吸引力 然後第二個很有趣 他第一點跟第二點聽起來有一點點矛盾 但事實上他又把它做一個很有趣的結合 一方面他的訴求是很絕對的 是很排他的 但他訴諸的對象卻是全然開放的 基督教他對所有的人開放 特別對社會邊緣的人開放 那陶德說因此我們看到最早的基督教團體 往往是那種一無所有者的團體 那社會條件經濟條件特別弱的人 特別容易被吸引到這個團體裡面來 第三點跟集盆上面的第二小點有點像 他指出基督教他有一個未來的盼望這樣的一個層面 他對所有的人應許在將來能夠接受一個更好的這樣的一個盼望的應許 最後兩點就比較有趣的是他用心理學的角度分析 陶德指出基督教特別在大都會的城市裡面發展的最快 因為在這樣的一個都會環境裡面很多的新的移民 很多在生活當中經驗到疏離感的人 很快的在基督教裡面找到了一種歸屬感 那特別在很多為了尋找工作移民到大都市來的人來講 這些新興的移民在疏離無根的城市情境中 找到一種的歸屬感認同感 那陶德認為這個是基督教在這個時代擴展最重要的原因 那最後一位學者我想我們有一些同學在第一篇的心得報告裡面有讀了這本書 就是基督教的興起這本書 那這本書裡面他提出好多的基督教可以發展的因素 那我其實大概簡單的把它整理了幾點在這個地方 最後一個部分都是史塔克的論點 那第一個他的歸性的理論我們之前已經簡單的有點過了 那很有趣的是史塔克他所做的這種歸性的理論 其實是有一種已經去試著要去類比古代的這樣的一種做法 他最早研究基督教傳統是研究美國加州的統一教的快速發展 換句話說他是研究今天的新興的基督教的發展 那他發現今天的基督教發展最快的 往往是這種注重人際網絡親密的人際網絡這樣的一個宗教團體 那他用這樣的概念去套在初代教會發現是相通的 所以他主張初代的基督教也是一個新興的宗教團體 換句話說藉著家庭教會 藉著一種親密的人際網絡能夠吸引更多的人 第二點請翻到第五頁 他提到新興的宗教 往往不是從那個完全沒有宗教意識的人去吸引人 反而比較常是從那些已經擁有一種宗教意識 但卻過去可能是比較不熱心 或者是比較是在那個宗教團體的邊緣的人 他們比較容易被新興的宗教團體所吸引 那這一點就很有意思了 因為我們之前提到在羅馬社會裡面 地方性的傳統宗教也是非常的普遍的 所以對很多已經有宗教意識的人來說 基督教這種新興宗教的一種特質 可能也有可能會吸引其他一些 比較邊緣化的宗教團體的成員 第三個 史塔克提出一個很有趣的理論 主張猶太人可能很多相當高的比例 有歸性加入到基督教團體裡面 這中間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猶太人在兩次猶太戰爭之後 面對被社會邊緣化的問題 那在社會邊緣化過程當中 他們可能要尋求一個新的宗教的團體 能夠來找到他們的身份認同 那另一方面 他主張改宗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文化的延續性 改宗最容易的就是從一個跟我原來的信仰價值 文化價值並沒有差那麼遠的團體 有一種繼續的延續性 比較容易來做改宗的行為 那根據這兩個理論 他提出一個相當有 我們可以說相當有爭議性的一個結論 就是他認為猶太人不像很多歷史家主張 其實很多猶太人並沒有成為基督徒 他主張有相當比例的猶太人 有成為基督徒 那第四點我們上次有介紹過了 他主張在公共災難的當中 基督教有對這個羅馬社會造成相當大的吸引力 那這大概是史塔克在他的書裡面整理的 比較從一種宗教社會學角度所做的分析 那非常有趣的是最後一個 他提出了一個數字 我們說等比級數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是非常有意思 他的這個理論是怎麼跑出來的呢 他用最原始的數字跟後來最新的數據 在頭跟尾把它放在那個地方 然後中間用一種等比級數的方式把它列出來 然後去參照歷史文獻去做對比 發現他這樣的一個數據相當可以符合歷史的發展 換句話說他用四十年的時候 在《十讀行傳》第二章提到第一次有一群猶太人 接受基督教作為起點 他把它認定大概有一千個人接受了基督教 然後接著到三百年左右 這個基督教的這個擴展已經達到一個地步 讓皇帝想要去壓制他們 那他用當時有一般人推估的大概有十%的基督徒 最後一個數據則是三百五十年 真的有一個人口調查 那在這個三百五十年的人口調查裡面 指出基督徒已經佔了那個羅馬帝國五十六%的人口 那他這中間這樣的一個 用這種等比級數的方法做出來的結論 相當有意思的是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發展是漸進的 但是有幾個重要的 慢慢的比較大的一個點是可以看到的 就是在兩百年左右的時候 基督徒可能只有佔0.36% 但是到兩百五十年的時候 他已經達到羅馬帝國人口的兩% 那這兩%的這個時候 剛好就是羅馬帝國開始第一次正式 對基督教採取迫害的行動的時候 那到了三百年呢 人數達到10%的時候 是第二次採取激烈的迫害行動的時候 那過了這個關口 好像後來的皇帝就認定為 不太可能再用軍事行動可以鎮壓基督徒了 所以這個基督徒的發展的一個數字的比例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當然可以有很多解讀 但是有一個表在這邊可以給我們做一個參考 好 那我大概很快的把上一次我們沒有介紹完的 關於基督教的發展 我很快的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吉鵬的 那這本是陶德的這本書 結論的地方 我有提到遠藤舟作寫的這本書 陳墨這本書 這本書是很有意思的 我不曉得大家對遠藤舟舟的作品有多熟悉 他最有名的兩本作品 一本是陳墨 另外一本是他後來最後寫的一本書叫申河 當他過世的時候 他的遺囑裡面自己很清楚的提到說 他希望把這兩本書放在他的棺材裡面 跟著他一起埋葬 所以他很明顯的這兩本書是他自己本身最看重的兩本書 那申河這本書後來引發比較多的討論 因為申河這本書不只是在談基督教本身的問題 他還談到亞洲宗教的問題 申河這本書用的語言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Deep River 他在談的是 宗教到最底層的時候 是不是不同的宗教中間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那這本小說裡面提到的申河 其實他用的是印度的恆河 作為一個象徵的這個場景 那幾乎他在談到的是 所有宗教到最深處的時候 是不是都有同樣的一種的宗教價值浮現出來 那所以這本書反而引起比較多的討論 那很有趣 也能周作寫了這本書以後 他自己本來很期待 希望能夠拿到諾貝爾文學獎 那確實他也被shortlist 就是最後的候選名單 剩下幾位的時候 他是在裡面的 不過那一年他輸給了拉丁美洲的作家 很可惜他沒有拿到諾貝爾文學獎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最後介紹的是他的成名作 就是陳墨這本書 陳墨這本書是 是有歷史的背景的 那這個也能周作其實最早注意到這件 這個日本基督教歷史上發生的這個事情 是他自己去到長崎 還有有機會去訪問長崎周圍 有所謂的五個小島發生的事情 那那個故事是有點戲劇性的就是 日本的天主教徒經過日本三百年禁教之後 並沒有消失 這些日本的天主教徒他仍然在小島上面 秘密的在禁拜著天主教的信仰 只是呢那個禁拜的形式已經轉換了 很有趣他們白天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他在家裡面有一個 類似是佛堂 佛堂這樣的一個禁拜的場所 但是當他把那個日本神道教的東西拿掉的時候 後面是放著聖母瑪利亞的像在後面 那這個很有趣的是 那個聖母瑪利亞的像也經過了本色化 其實那個聖母瑪利亞看起來很像日本的農夫 日本的農夫 那但是這個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時候 這些重新發掘這些基督徒 引起全世界大家的注目 那後來教廷羅馬教廷天主教會 也正式派個調查團 去看這些天主教的剩餘的一些基督徒 他們稱為妾之丹日本的妾之丹 那去訪問他們之後 最後教宗就承認說 這些人仍然保有天主教的信仰 那遠藤舟舟是因為這樣的事件 引發他對這個整個的歷史過程非常有興趣 後來就寫了這本《沉默》這本書 那《沉默》這本書的大意 我簡單很快的跟大家帶一下 就其實他談的是葡萄牙的天主教神父 到日本特別在長崎地區傳教的過程 早期非常的成功 在長崎地區有好幾萬的日本人接受了天主教會 但是後來因為國際情勢的發展 荷蘭人為了要通商 荷蘭人是新教徒 想要去影響日本的這個貿易的一個新的關係 就在那當中又加上農民 在幕府時代農民有叛亂 那天主教會的神父很多是比較同情農民的 這幾個因素糾合在一起 造成當時候的幕府的時代 開始採取一種禁教的做法 禁止天主教徒繼續宣教 也要求那些已經接受天主教的神父跟信徒 要棄教 要集體棄教 要放棄他們的信仰 那當然這個歷史背景 遠藤周座把它創作成為一個小說 這小說的背景過程也很簡單 就是天主教葡萄牙的天主教神父 聽說他的老師 就是一位非常出名的天主教神學家 也是宣教師 在日本竟然棄教了 他的老師是神父棄教了 所以好幾個天主教的神父就決定要去日本 一方面要繼續宣教的工作 另一方面想要去了解 為什麼他們的老師會棄教這樣子 那這個故事就很快地 快速地發展 幾位葡萄牙神父去到日本 不久就被抓起來了 抓起來以後呢 就發現原來是當初接待他們的天主教信徒 告密 告密讓他們被抓起來的 然後他們被抓到監獄裡面以後 經過相當長的時間 有機會就跟他們老師見面了 結果讓他們出他們意外的是 老師竟然來勸他們要棄教這樣子 勸他們要棄教 那告訴他們 這個棄教的行為是一個愛德的行為 愛德的行為意思是說 如果他們不棄教 會有更多的日本的信徒要受苦這樣子 所以這個故事後來就很快戲劇性的發展 這幾位年輕的神父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聽到那個聲音的聲音 原來日本的這些領導者很聰明 把日本信徒吊在天花板上面 然後在耳朵的地方給他挖一個洞 讓他那個血就從耳朵那個洞一滴一滴的流出來 然後非常的痛苦晚上就一直呻吟一直呻吟這樣子 那用這種方法強迫這些神父也要棄教這樣子 所以這個小說非常有意思的是 它整個的主軸環繞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當你面對著你的棄教牽涉到信徒本身的安危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選擇棄教這樣子 所以故事我長話短說 是信德 所謂的信德跟愛德的衝突 信德跟愛德的衝突 對我們剛剛講殉道的精神來講 殉道是一種信德 是見證我的信仰 可是當一大群的天主教 日本天主教徒一起被迫害的時候 你的棄教如果能夠換來這些人的安全的赦免 那你會不會選擇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個非常有意思 那結果這個小說到最後非常張力非常大的地方 就是在於神父自己恍惚當中 那個神父在恍惚當中 當他被要求要去採耶穌的聖像的時候 他們用的方法就是把耶穌的像放在地上 要求這些神父去採 去採的時候就是證明說你棄教這樣子 那個小說到最後很精彩的地方就是 那個神父恍惚的好像聽到耶穌對他說 你採下來吧 你採下來吧 我生出來就是要給你採的這樣子 勇敢的採下去吧這樣子 那那個神父也真的就腳就採下去了 那採下去的時候很有意思 那個結論的地方 遠藤周座加了一句話說 他聽見遠遠的有積提的聲音 積叫的聲音這樣子 那積提的聲音這個是聖經的比喻 我們記得聖經的福音書裡面 當耶穌的學生彼得 曾經三次否認耶穌的時候 他否認耶穌之後也是雞就叫了這樣子 雞就叫了 那這個故事沒有結局 沒有很簡單的結局 他到後面有加了一個後來的這個 我們說這個後來的發展 在做附路的地方 提到的是這些被教的人 後來在日本社會繼續能夠 扮演某一種的角色 所以回到主題 上帝在這些人被迫害的時候 是不是沉默的 這是遠藤周座在問的問題 上帝是不是沉默的 那面對沉默 基督徒如果棄教 是不是一個懦弱的行為 或者是棄教本身也是一種選擇 我想這本書是非常有意思 也非常精彩的 在挑戰我們對宗教迫害 這樣的一個新的了解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進入另外一個主題 就是考古學給了我們一些什麼樣的信仰的遺跡 這是換句話說 考古學有沒有留下一些證據 可以看到早期基督教團體的發展的一些軌跡這樣子 那這個當然一方面是讓大家對考古學留下來的東西 有一點點的初步的了解 但另一方面其實有一個相關的主題 也在這裡面可以帶出來 就是基督教的藝術是怎麼樣慢慢發展出來的 那基督教藝術它是用什麼樣的一種方法論 慢慢的建構起來的 那經過2000年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宗教藝術 當然是非常豐富 非常多元 但是早期那個過程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個過程是經歷了一種摸索 掙扎 那最後去採用 很大膽的去採用 在地的文化的方式來做的 我想這個過程也相當值得我們來做一些了解 那我這裡面今天跟大家介紹的主題裡面 很多的部分是從這位學者 Jan Dillenberger 他寫的這本書 Style and Content in Christian Art 那這本書裡面他提出一個最簡單簡單的概念 就是基督教藝術 任何宗教藝術大概都是這樣的兩個主要的基本要素 一個是主題 圖像的主題 Iconography 那個圖像的主題 第二個是藝術的形式 那個artistic style 那這個主題呢 你可以看到很有趣 所以初代基督教的團體 最早用的主題 是從舊約聖經 就是希伯來人的聖經裡面的主題 拿來應用在他們所需要的地方 後來才開始從舊約的主題裡面 慢慢再加上新的 特別是耶穌的故事在那裡面 所以那個主題的選擇本身 是有一個局限的 就是他必須是從自己的宗教傳統裡面 去尋找那個主題出來的 但是比較大膽的地方是 藝術形式的使用 那我自己有一個簡單的提認 就是說 總是在這個不斷的歷史的過程當中 這個宗教團體總是會去尋找他們認為 最好的方式 當時代比較起來 他們比較能夠認同的好的藝術形式 那在我們現在討論的這個主題裡面 很清楚的看到 是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形式 希臘羅馬的這種古典文化的形式 成為當時候基督教團體 最後決定要大量採用的一個形式 那這個過程呢 我在講義裡面 有稍微跟大家做了一點點的背景的分析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 Dillingberg這個學者 他怎麼在做這樣的一個整理 首先他指出 猶太宗教 跟他所進入的希臘羅馬文明 這兩個 都是當時候地中海世界裡面 非常獨特的兩個文明 特別他指出猶太宗教 作為一個一神宗教 他對那種宗教跟道德的一種認真跟堅持 還有猶太教本身就具有了一種靈性的特質 這一點是他留給基督教非常重要的一個要素 那希臘的文化呢 他的特質則在於他的一種個人主義 還有他的人文的精神 那他的個人主義跟人文精神呢 也賦予了這個時候慢慢發展出來的 基督教藝術跟基督教文化的一些特質 那簡單講我的第三小點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那個結論 猶太文學呢提供了圖像的主題 那希臘的古典文化 則提供了藝術的形式 那這當中也有一些社會的背景 讓這樣的一個發展過程 能夠慢慢慢慢的成形 那Dillingberg在下一段裡面提到 三個重要的社會轉變的過程 第一個是基督教讓猶太宗教 打破他原來自己的繁禮 成為一個地中海世界裡面的一個普遍化的宗教 所以這個基督教有一點讓猶太宗教傳統 打開來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特別是一開始的基督教 有一種終末思想的要素在那裡面 我們很清楚看到在最早的基督教團體裡面 保羅啦甚至聖經 新約聖經的一些作者 都提到終末很快會再來 這種終末快要再來的這種概念 讓當時候的基督徒能夠跳脫社會文化的限制 既然終末要來了 他採取什麼樣的一種方法 文化是有相當大的自由的 這個地方作者用了一個比較抽象的語言 說傳統的社會文化界線被擱置了 傳統的社會文化界線被擱置了 那帶給宗教信仰形態一種開放性 那這樣一個擱置的過程 一開始看不太出來 因為基督教所使用的文化形式 跟當時整個大環境 希臘羅馬文化的文化形式 並看不出很明顯的差別 所以他這邊有一個很有趣的年代 他說在公元180年前後 你大概看不出來基督教使用的文化形式 跟在地的大環境有什麼差別 那大概要慢慢到第四世紀以後 等到基督教成為合法化 甚至後來成為羅馬的主流的宗教以後 基督教才開始開展出他很獨特的 自我主體性的宗教現象 所以這個過程我們大概可以看到 他有一個很有趣的跟在地文化重疊的過程 那這個我如果用一個比較淺顯的例子 來說明的話 可能大家很快就可以懂 他指的是什麼 換句話說 譬如說在台灣 基督教如果進入到台灣的社會裡面 那最早的基督徒 當他們要使用某一種藝術形式 來表達他的宗教主題的時候 他會怎麼使用 那當然毫無疑問我們馬上就可以理解 他可能會必須被迫去邀請或是選擇 在地已經存在的宗教文化形式 那我在這個講義的第二頁那裡有提到 最早的基督教形式 藝術形式被人家稱為是死人的藝術 死人的藝術 因為最早出現的基督教的遺址 還有這些遺跡 往往是在墓穴裡面開始發展出來的 換句話說很多基督徒死了以後 希望在他的墳墓、棺材 能夠留下一些象徵記號 來說明他是有宗教信仰的 所以這個就被稱為是最早的第一代 基督教的藝術形式被稱為是死人的藝術 但是呢 藝術的素材那個形式上 就必須去選擇在地的這些工匠來替他們做 那我剛剛說舉例子 換句話說 我們假設第一代的基督徒在台灣 如果他的信仰先輩已經過世了 要替他做一個墓穴 要做一個石棺 他可能會去邀請 譬如民間宗教的工匠來替他做這樣子 會邀請在地的宗教藝術家 來替他做這樣的一種雕塑的過程 這就是我們看到我們作者所提到的一個非常有趣的 就是基督教的文化形式跟在地的文化形式 並沒有顯著的 一開始並沒有顯著的差別 所以這裡很明顯的有一種運用的過程 基督教去運用在地文化來表達他的形式的過程 那我們下面就來看一些例子 早期我們看到在最早的這一本 我們剛剛有上一節課有提到了 猶太人最早的一本希臘文的翻譯 舊約聖經的希臘文翻譯 就是七十四一本 其實你已經可以看到最早的 使用藝術的形式圖像來表達 在經文裡面有繪本這樣的形式 最早的基督教的運用者 他去採取文化形式的時候 其實當時我們如果回到那個時代來看 有兩個最重要的選擇 這是Dillingberg給我們做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分析 在我的講義第一頁的最下面的地方 到第二頁的上面 他提到當時有兩個最重要的選擇 一個是希臘的古典文化 一個是埃及的傳統的宗教文化 這兩個並不是全然對比的 我們知道希臘的古典文化 其實有一部分也是從埃及的傳統宗教文化 慢慢的轉換過來的 早期的希臘古典文化 多多少少還帶有一點 埃及的傳統宗教形式的要素在裡面 只是後來快速的一個過程當中 希臘古典文化就自己形塑出來了 這兩個最大的差別在哪裡呢 在我的第三小點 第二頁的第三小點 埃及的宗教文化 採用的是一種正面描繪法則 我們看這個圖就清楚了 大多數的埃及的宗教文化 其實比希臘的古典文化 早了好幾百年 早了好幾百年 那很清楚你可以看到 甚至有到一千年之久的也有 有的文物比較舊的 比較老的古舊的 但是很清楚的 埃及的藝術形式是一種正面描繪法則 換句話說 他所有的圖像都要從正面看 才是最好的角度 所以通常你要看一個埃及的作品 你要到他的正前面去看 而且他的人物形式都是採取正面站立的形式 你看他們的表達方式非常有趣 腳都是一腳前一腳後的 所有的神像的描繪方式都是這個樣子 相對的我們看到 用這個在宙斯神廟裡面的 阿波羅神像 這是太陽神 阿波羅神像 你就可以看到 他採取的是後來慢慢的成為 藝術史上被稱為古典形式的這種方式 就是自然法則 自然法則 自然法則的概念 就是B小典提到的理想化的原則 能夠讓最合乎自然形式的體格 身形比例 最好是能夠合乎他的年齡的 這樣的一種形式能夠展現出來 用這種最自然的方式來描繪神明 是希臘古典文化裡面表現出來的形式 所以這個我們看到阿波羅的神像 雖然他是不完整的 是破碎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比例 均勻的體格 非常自然的一種表現形式 那我舉這個例子主要是要讓大家來看 很快的基督教就採用了 選擇了希臘古典文化的這種形式 阿波羅作為一個太陽神 Sungard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 一個藝術形式 年輕 非常的健美 然後他總是有一種非常帶著朝氣的 這樣的精神 那這樣的一個形式 很快的被早期的基督教作家 慢慢的就把他用來描繪耶穌基督 那阿波羅他也被描繪成為一個好牧人 這樣的形式 其實在傳統的希臘古典的藝術形式裡面 也存在的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 我們看到後期到中世紀 米開朗基羅他所描繪的 最後審判這張圖 米開朗基羅畫的這幅最後審判 當然是非常有名的 在聖士廷教堂的壁畫上面 那耶穌坐在寶座上 你可以看到在左邊這張圖的中心 那我們把他放大的時候 耶穌的像 那旁邊有他的媽媽瑪利亞在旁邊 那這張圖很明顯你可以看到 他就是採取希臘古典文化形式 那我們如果把他跟前面描繪的 阿波羅的太陽神的神像拿來放在一起比的時候 你就發現是非常神式的 左邊這張是阿波羅的像 右邊這邊是耶穌的 米開朗基羅所描繪的耶穌的像 那米開朗基羅其實只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其他的早在他之前 就已經有很多藝術家採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我在這個地方最重要的重點 先要跟大家提醒的是 這個兩種選擇當中 當時候的早期的藝術家所做的選擇 採用了這種古典文化的形式 那我們接下來 根據這個Dillingberg的分析 我們整理兩大類的作品 簡單跟大家來做一個介紹 在講義的第二頁的地方 我開始提到 在這個所謂的死人的藝術 或者是在早期的這些基督教的建築 家庭教會的建築裡面所採用的壁畫等等 你開始看到兩類的表達方式 第一種表達方式是採取一種象徵的方式 用某一些物品作為基督教的象徵 那第二類是後來更進一步發展的 就是有主題的故事 用主題故事作為表現的方式 那這象徵裡面我在第四小點有列出 當時候經常被看到的象徵 羔羊 毛 花瓶 鴿子 船 橄欖枝 張開雙臂的女人 這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中樹 麵包 好牧人 魚 葡萄 十字架等 那這個是最簡單的做法 在這個石棺上面刻一個十字架 刻一個魚 刻一個船 好像就可以象徵的在這裡被埋的這一位 是一位基督徒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看到這兩張是比較複雜的 他已經同時摻雜了好幾個象徵 主題在裡面的 像右邊這一張 他同時有十字架 又有船的毛 還有加上兩隻魚 所以已經把三個都 常常被使用的基督徒象徵 放在同一個圖像裡面了 其實有時候你可以看到更簡單 更粗糙的其實只有其中的一種 還是在壁畫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像這樣子的或地板的畫 常常會看到這樣子的杯子 那象徵的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一個宗教儀式 就是聖餐 那魚呢 魚這個字是基督的 希臘文的最早的 最前面的兩個字母跟魚是同樣的 所以魚就被用來象徵基督徒的 這樣的一個象徵 那像這樣的象徵性的主題 有的就直接放在馬賽克的圖裡面 像這位基督徒的住家裡面的壁畫 左邊有魚 右邊有麵包 那象徵的五丙鱷魚這樣的一個象徵 剛剛提到這個Orante Orante本來是羅馬傳統神明裡面的一位 他其實只是一位渴望的婦女 期待和平的婦女 但這位Orante後來被轉化成為 基督教裡面象徵 好像在祈禱的一位婦女 追求和平的婦女 所以他有帶有和平又帶有象徵 這樣的意涵在裡面 很有趣的是圖像裡面也有諷刺畫出現 這張是非常有名的 也有羅馬社會用來諷刺基督教的圖畫 這張是一張很有名的 在諷刺基督徒拜的是一位 如投人生的舊主這樣的圖 換句話說 宗教藝術是兩面的 用來象徵自己的會使用 用來反對的人也會使用 那這樣的一種象徵手法 大量的我們今天看到 在地下墓穴裡面出現 在羅馬這個城市 在幾個重要的基督教城市 後來慢慢的在集體埋葬的地下墓穴裡面 你就會看到很多很多的這些宗教藝術 慢慢出現 所以我們才會稱這個叫做死人的藝術 原因是這個原因 那這是另外一個Catacom 這個地下墓穴裡面天花板的壁畫 你已經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主題 放在那個地方 等到後來第四世紀之後 慢慢的基督教跟當時候的政治結合了之後 特別在東羅馬國家裡面 我們看到東羅馬帝國裡面 這皇帝跟基督教結合以後 我們可以看到像這樣的比較 帶有基督教特質的馬賽克的話就出現了 這是非常有名的 查士丁尼皇帝跟他的庭城的一張畫 你看到右手邊是神職人員 左手邊是他的軍事將名 皇帝站在中間 另外一張圖是皇后跟女官的圖 這樣的圖就已經象徵著後來的 比較帶有基督教特性的藝術性的發展 那接下來我跟大家介紹第二類的 第二類的就是故事性的主題的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些比較 粗糙的類的例子 它通常是被刻在石棺上面 墓穴上面的主題 那這些主題非常有意思的 如果你們看第七小點 很多都是從舊約猶太文學裡面 選的主題來的 那他的主題其實 懂得這個故事背景的人 看到這個主題就馬上可以體會到 他所帶有的象徵意涵 那特別放在墓穴裡面 他會選的主題通常跟醫治有關 跟生命有關 跟復活 新的復活的生命有關 那這些主題有舊約的故事 那也有一些是耶穌自己 生平故事裡面的主題 那這張圖很明顯的是 耶穌故事裡面非常有名的 一個癱瘓者被醫治 醫治以後站起來 自己可以扛著自己的床 這樣的一副主題 舊約裡面常常被拿來 作為這個墓碑主題的是 一位是約拿 那約拿很有意思的是 他曾經躺在一棵樹 碧麻樹下得到成糧 得到生命的氣息 那很這個躺在這個樹下的約拿 成為一個非常有名的主題 挪亞方舟是另外一個主題 那大船嘛 挪亞方舟代表的是救恩的船 所有的人在挪亞方舟裡面得到救贖 張輩的婦女剛剛看到了 耶穌的主題 好牧人的主題 那很有趣的是 在最早的死人藝術 就是墓碑的藝術形式裡面 它常常是很複雜的 把很多主題當中刻在同一個 一塊石像上面 或是一個石棺上面 所以你有時候看到它 很多主題摻雜在一起 亞伯拉罕獻以撒 這個故事也是一個非常常見的主題 那很多人對這個主題有不一樣的認知 這個故事是從某一個角度講 是一個相當原始 帶有某一種殘忍的味道在裡面的 這個故事的原始的故事提到 上帝要考驗亞伯拉罕 叫他要獻他自己的兒子為祭 這樣子 那這個為祭物 那這個故事當然結局是戲劇性的變化 就是當亞伯拉罕決定要下手殺害他的孩子的時候 上帝告訴他旁邊有一隻已經預備好的羊羔 要作為祭物 上帝其實只是在考驗亞伯拉罕對他的信心 那這故事有兩面性 一方面他反映的是舊約的文化 獻祭的文化 但為什麼會那麼喜歡被這些基督徒拿來 用在墓碑的文化裡面 其實很重要的部分是在於 這個羊羔已經取代了死去的這個人 所以這個亞伯拉罕獻以撒的主題 很明顯的帶有這樣的一個味道在裡面 另外一幅挪亞方舟的主題 這是在羅馬的地下墓穴裡面 你可以看到這一個整個石碑 石棺 外面就刻著這個挪亞方舟的主題 那象徵的是舊書 舊約裡面有一個但以以的故事 也是在早期基督的墓碑裡面常常出現的 那這個故事當然提到 但以以不聽從巴比倫國王的命令 被關在獅子坑裡面 那在獅子坑裡面 竟然過了三天獅子都沒有傷害他這樣子 所以這個獅子跟但以以的主題 也變成是一個救贖的主題 另外一幅亞伯拉罕獻以撒的主題 那你可以看到亞伯拉罕拿著刀 那他的孩子以撒 好像準備要被殺 但是旁邊有一隻羊羔已經出現了 亞當夏娃犯罪的主題 也常常被拿來放在這個地方 那因為他象徵了人的罪 然後耶穌基督象徵了一個新生命 另外一個常見的主題當然就是 拉撒路的復活 耶穌曾經讓他的好朋友拉撒路 從這個墓裡面再次走出來 所以這個復活的主題當然是 基督教的這個墓穴裡面常見的主題 還有一個摩西在曠野裡面 擠打磐石就流出那種泉水 那象徵的是生命的水 那這個主題我們看到也非常有意思 在表達一種生命的主題 那另外還有一幅比較後期的作品 也很有意思把 猶大跟耶穌兩個做對比 這張圖一方面代表的是 猶大他自己毀罪然後上吊 那耶穌則是自願被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猶大象徵的是背叛 耶穌象徵的是救贖 那這樣的主題用木刻的方式 好那我大概簡單把這個 Dillingberger介紹的 早期基督教最早的信仰的遺跡 我們看到在墓穴裡面 可以看到非常有趣的 這些象徵性的主題 象徵性的一些用的用品 我下面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滿有趣的故事就是 這種古典的希臘文化的主題 怎麼樣被轉化成為基督教主題的一個 非常有名的例子 就是這個好牧人的故事 那希臘的一位牧神Opheus 本來是描寫他的故事跟象徵的一些用作法 被轉化到耶穌身上了 那這個Opheus的故事 如果有讀過希臘羅馬神話 可能聽過他的很有名的故事 他是太陽神阿波羅的兒子 那我在這個講義的第二頁下面 裡面有簡單把他的生平的故事 做了一點簡單的介紹 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一個神明 他七弦琴也會彈 然後他的音樂 非常的具有一種感染的力量 當他彈琴的時候 所有在胸門的野獸也會被馴服 那在很有名的這個故事裡面 他曾經被派跟王子到海外去 尋找金羊毛 那在路上他藉著他的音樂 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難 那所以這個Opheus是一個 在希臘傳統神話故事裡面 非常受尊敬的一位 受愛戴的一位神明 那他最有名的故事當然就是 他跟他太太之間的那種感情 他很愛他的這位太太Eulidis 結果這個Eulidis死了 死了以後 Opheus非常的悲傷 追隨著他的妻子下到冥府 那藉著音樂要感動那個冥后 希望能夠讓他的太太跟他回到陽間這樣子 這故事我們可能有熟悉 就是後來明後被感動 答應他讓他太太跟著他回陽間 唯一的條件就是不能回頭 那這故事結果是悲劇收場 我們知道這個Opheus到要踩到陽間的時候 不放心又回頭了 所以他的太太又墮落進入到陰間去 那後來這Opheus就鬱鬱而終 他的最後的生命的結束 是跟另外的女神爭吵 後來跟九徒的那個門徒爭吵 結果被殺死 屍體被撕成粉碎 那他呢非常有名的就是這張圖 Opheus馴服野性動物的這張圖 這張圖被用在壁畫 用在地板畫 用在非常多的羅馬的住宅裡面 成為一個常見的主題畫 那要取的那個精神就是說 Opheus帶給人和平 Opheus能夠對抗邪惡的力量 甚至這些胸門的擺受 也馴服在他的音樂之下 這個主題是在希臘羅馬社會裡面 常見的主題 那很有趣的是 後來這個主題慢慢慢慢的被轉化了 被轉化成耶穌成為是好牧人的主題 那我們下面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個轉化的過程 這時候還是Opheus的主題 就算是凶神惡煞 也會屈服在他的音樂之下 那後來呢 好牧人的主題慢慢開始出現了 我們今天看到在第三世紀中葉 在猶太會堂裡面 已經有出現這個好牧人的主題 基督徒的墓穴裡面 也開始出現這個好牧人的主題 採用的這種圖像的背景 很明顯的 你可以看到有這個Opheus的味道 那最明顯的就是 他開始用Opheus的那個背景 來作為耶穌作為好牧人的主題 在地下墓穴裡面 我們看到基督徒的墓穴 描繪耶穌是好牧人 但是手法很像 還是把Opheus的畫帶進來 最明顯就是那個七弦琴 還有他 他右手邊拿的一支小刀 在地板畫出現了 在羅馬外城的Ostia石棺 你可以看到 很明顯的是把Opheus的主題轉化 在基督徒的墓穴裡面 把七弦琴上面加了一個十字架的記號在那個地方 那這次手上拿的是牌笛 那到了後期 我們看到很明顯的 已經把Opheus轉化成為 耶穌基督的圖像 中間拿的是十字架的一個記號 另外一張圖 你可以看到那個整個場景 是原來Opheus 好像在跟百獸 馴服百獸的場景 轉化成為耶穌好牧人跟群羊 這樣的一個場景 那這個故事 我用這個做例子給大家來看 主要是說 你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是 回到Dillingberg這樣在講的 不只是初代的基督教的藝術家 用舊約跟耶穌的主題 採用希臘羅馬古典文化的形式來表達 後來甚至連形式 那種我們說圖像的形式 他都直接去把希臘傳統文化裡面的東西 拿過來轉用 那我最後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在奧德賽的故事裡面 也非常有趣的這個故事 也被做來做轉化 奧德賽的故事裡面 我們知道奧德賽出去旅行 經歷過這個旅程當中非常多的挑戰 最後又回歸到故鄉 這是奧德賽最重要的一個主題 出去冒險面對不可知的旅程 最後回歸故鄉這樣 那回來之後的奧德賽 已經是一個成年的人了 經歷過了一種成年禮這樣的洗禮的過程 那在這個他的故事裡面最有名的一個 其中一個故事就是 當他經歷過大海的時候 有那個海裡面的女神 好像海妖女神會出來引誘他 吸引他這樣子 所以不得不那個故事裡面 就把奧德賽綁在這個傳軌上面 甚至把他綁住 讓他不會被這些女神所誘惑 那很有意思的是 在有一些基督教藝術作品裡面 就開始把這個故事把它做得轉化 轉化的過程就變成 那個傳尾變成是十字架 那好像基督變成是定在上面的那一位 然後可以幫助人面對世界的各種誘惑跟挑戰 把奧德賽的故事也轉化成為 具有基督象徵的這樣的一個圖像 那我們有看到幾個這樣的例子 像這樣的例子 所以這個不管是Opheus的故事 還是奧德賽的故事 更進一步提到非常有趣的是 當時候的早期的基督教的團體 非常大膽的去採用 去轉化在地的文化 然後變為基督教的形式 所以我在這個第三頁有做一個小小的結論 大家可以來稍微看一下這個分析整理的第三小點 就是說一種選擇性來使用希臘牧神Opheus 來描述好牧人耶穌的做法 顯示古代基督教對周遭文化採取一種 轉化整合創新的模式 所謂轉化整合創新就是把原來存在的一種文化形式拿來用 但用的時候把它加以轉化 賦予它基督教的意義 經過轉化以後再帶出一個新的帶有基督教特質的形式出來 這樣的做法非常有意思的 我們看到在每一個時代後來都是用同樣的模式在做 第四小點舉的奧德賽的例子 也可以說就是同樣的做法 我們後面最後看比較有精緻的一些後來精緻發展的一個例子 我在這個第四小點有提到大概在第四世紀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到基督教藝術發展史的第三個階段了 等到基督教成為合法化宗教以後 不必再用這種好像一定要很隱藏的象徵的方法了 可以很大膽很直接的就把基督教故事整個把它描繪出來了 那非常有名的就是這個石棺 這個石棺是一位相當有名的一位貴族 那他成為基督徒 那死了以後他的石棺請了當代非常有名的一些工匠 幫他做了比較精緻的這樣的一個雕刻 那我在這個講義的第三頁的地方 這邊總共有十張圖的主題寫在那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他已經很清楚的要可以自己做選擇 他想要畫的主題是什麼 然後一幅一幅的把這個主題雕刻在他的石棺上面 有亞伯拉罕準備要獻以撒的 這我們剛剛看到已經是一個常用的主題 有基督坐在彼得跟保羅中間的圖 要審判耶穌的彼拉多自己洗手 準備要脫罪這樣子 亞當跟夏娃犯罪的主題 但里里在獅子坑裡面 保羅被逮捕 耶穌被帶到彼拉多面前 約伯跟他的這個約伯懺悔的故事 這舊約裡面非常有名 約伯受到試探 那懺悔的故事 基督進入耶路撒冷的主題 還有最後保羅被帶往刑場的主題 那我下面有幾張放大的圖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個石棺 這個亞伯拉罕預備獻以撒 你可以看到這個形式上已經不像前面 我們剛剛看到很粗糙的這種圖像 這個已經帶有古典文化的這種寫實的 這樣的主題出來了 那個羊也好 那個小孩子 小孩子這個以撒的圖 另外一張圖 彼得保羅在兩邊 耶穌在中間 把耶穌描繪得非常的年輕俊美 這樣的一個典型的希臘古典文化的做法 那耶穌被帶到彼拉多面前審判 然後右邊則是彼拉多準備要去洗手 約伯懺悔的圖 他跟他的妻子還有朋友在對話 亞當夏娃犯罪以後感到羞恥 那後面是分別善惡的樹 那蛇呢 蛇捲在樹上面 跟他們對話的那條蛇 這個主題 基督進入耶路撒冷 那這次其實把兩個故事摻雜在一起 另外一個故事是一個撒該 聽耶穌的講道的信息 爬到樹上 他把兩個主題畫在一起 好 那以上是 比較是屬於藝術上的發展 特別是墓穴的文化裡面 我大概整理了一些變化過程 跟大家做介紹 那最後呢 還有一小部分就是考古學 除了這些死人的藝術以外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我們之前有稍微提到了 早期的基督教的建築物 所以我們上次有介紹過 這個最早的一間家庭教會 這個當然也是考古學 留給我們非常重要的遺址 看到一個早期基督教聚會的形式 將一個傳統的羅馬家庭 改建成為一個家庭教會 上次有提到 我們為什麼知道這個家庭 被改建成為教會 因為裡面有一間房間 做了這個洗禮池 那今天洗禮池也是很重要的 考古學的遺址 在北非 在小亞西亞 在歐洲南部 到處都可以找到這樣的 洗禮池的遺址 另外這個彼得之家 我們上次也提到 是一個重要的一個遺址 就是一個家庭被改建成為一個 教會聚會的地方 那剛剛上一節課提到 殉道者的時候 我已經帶出這個 Materia 就是殉道者的紀念墓 這是一個也是早期非常重要的一個遺址 當基督教還不是一個公開的宗教的時候 當一個殉道者被殺以後 把他埋在一個地方 在這個墓的地方開始發展出一個聚會的小場所 這樣的一個概念 每年他的紀念日 大家會聚集在他的墓穴旁邊 一方面為他祈禱 也向他祈求 特別的祝福跟能力 這樣的一種文化慢慢的發展 就成為後來的聖徒文化 我們再過幾個禮拜會介紹這個主題 我們上次也提到有一些文操本 特別很有趣的是有兩大團體 一個是昆蘭團體 昆蘭團體留下了十海古卷 昆蘭團體今天挖掘出來他們的遺址 還有他們留下來的很多的這些操本 那今天全世界有四間大學 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他們共同組成一個十海古卷的研究團體 所以十海古卷現在陸陸續續在出版 也可以說是這個基督教 早期基督教留下來非常重要的 考古學的遺址 另外一個是諾斯底派留下來的操本 上次也有簡單帶過 在上埃及的地方 在這個Nak Mahandi 其實相當往裡面去 你可以看到 這是下埃及這是上埃及 上埃及的這個Nak Mahandi 已經到尼羅河中游的地方 在那個地方的洞穴裡面 挖出了相當多的操本 這個操本主要是讓我們看到 諾斯底派的基督教團體留下來的作品 慢慢的他們的作品現在也慢慢的出版了 The Gnostic Gospel 這是非常有名的 他們諾斯底派的留下來的作品 大概我今天用這些給大家做一些的介紹 就是說我們從考古學裡面可以看到這兩大面向 一個就是考古學今天給了我們一些遺址 作為我們了解早期基督教發展的軌跡 另一方面當然就是藝術史的發展 基督教藝術的發展其實是一個相當有趣的主題 其實這樣的一個概念也可以用在其他的宗教團體裡面 後來的藝術史的發展當然是更快速的一種的變化跟成長 今天如果大家對藝術史有興趣的人 後期第四世紀以後 基督教藝術史的發展更多元更豐富 但是在早期的基督教藝術裡面 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樣簡單的一個軌跡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